你 不眨眼睛啊你 我的车明明都过去了 你也帮我刷刷 你蹭掉我这么大一块气 你倒是下车呀 嗨嗨嗨 说你呢 你转了我的车 下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分神了 我看看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没注意啊 什么叫没注意啊 什么叫分神了 你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事了 算我全责 算了 今天我开的我妈的车 然后咱们私聊吧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 你先拿着吧 睡点钱哪够啊 而且谁说要要你的钱 如果我们有缘分 下次再见到的话 你一定要请我吃饭哦 吃饭 好好好 下次有机会一定请啊 那个 我现在赶时间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下次开车的时候注意着点 别再转车了 好好好 这个呆子还挺帅的嘛 这个呆子还挺帅的嘛 本公园等着你请我吃饭 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还不是担心你啊 怕你一个人饿着 赶紧给你买了一些吃的用的 姐 我的生存能力可不是一般人 你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的 那是以前 现在你有了姐姐了 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还有这个 K story面膜特别好用 还有啊小植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扶持 好吗 知道了 姐姐 网络上的船变了 现在好多家长都闹着要转圆 怎么办呢 小陈 你怎么来了 我先走了 外面家长闹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小植那事 霍珍呢 这几天她怎么样 她没跟你说呀 她已经辞职了 辞职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事刚发生不久啊 小陈 我说你呢 你撞了我的车 你下车 你下车 走 小枝啊 叔叔啊 来 进来吧 来 阿姨 虽然我跟领盛分手了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要说清楚 这个 这个 是你跟叔叔的婚戒 我想来想去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还是要还给你们 没见过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有点事就往我们家跑 行了 戒指滑了 赶紧走吧 我走可以 但是至少也让我弄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不同意 我跟陈凌生结婚 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 好吧 好吧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领盛呢 找了个新女朋友 不管是学历家事 都比你强 我这么说 你该死心了吧 可是 可是我们才分手 两个星期啊 我不反对闪婚 我这个人哪 很开明的 吃饭 亲瞎 陈凌生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 请问你是哪位啊 基础不在 你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告他 喂 喂 谁啊 对不起 我想我可能打错了 陈凌生 太让我失望了 我自然不要接你的电话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 我还以为丢了 没想到被你找到了 谢谢啊 干吗呀 我等你等的一个中午 都没有吃饭呢 你不是说 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要请我吃饭吗 那个 我现在没有钱 要不改天吧 什么叫没有钱啊 我可以借你钱 请我吃饭 我有的是时间 走吧 走啦 说法说法 你吃饭 吃饭 看你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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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慢用 手机好好留下 我们做个朋友吧 咱俩没必要 再联系了吧 刚才没人给我打电话的 你接我电话了 对啊 一个口气听着像 上门桌间的怨妇 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谁让你随便 接别人电话了 你会害死我的 你知道吗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补 怎么了 不会是你女朋友 听到我接电话关机了吧 把你甩了 这么小心眼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 谁让你接我电话 我跟你熟吗 你撞了我的车 你就想请我吃这一顿饭 就打发了 肯定不行 来 把账号给我 我把饭钱还你 还有修理费 你说个数 我全都还给你 这样的我的车 就想用一顿饭打发我 让你先拿着什么 你们 我来去看你 你呢 你可不可以 我去上班了 你帮我去下班了 一片定心丸 万一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 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 金发店的养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 暂时先答应我妈 我们把证理了 到时候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吗 获知啊获知 只有你这么傻 别人说什么我就欣赏你 连婚纱照都没拍 别人根本就没打算娶你 来 去吧 来 去吧 去吧 老许爷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刚想自己 努力创造幸福 你就打我的脸 老许 医生 我是不是也都不想能见到你 有时间 不会 不肯定 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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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顽 能做什么 iba 我 现在能帮你的 只有获知 你怎么就下着了一群心呢 呦 嫂子 你吓死我了你 怎么了 两天不见受刺激了 好好的头发剪了干嘛 怕什么 你又没做亏欠事 半夜还怕鬼敲门啊 嘴里随随捏捏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念咒的 叫获知去豪迈 就算安阿姨不起疑心 这获知也要起疑心呢 哎呀 这个怎么办 不行 这事绝对不能让蒋家人知道 不能没有姜村 绝不能 你这门外干嘛呀 怕我吃了你 明天我帮你去看医生 你总说 没有时间带给你 看医生是压值游的 不用啦 我自己能去 再说了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抱着睡吧 你也一早我帮你去 妈 我就知道手机被你偷走了 你爸居然帮着你撒谎 说我记性不好 自己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们合伙骗我呢 是吗 你少限制我人身自由 你再这样我绝食了 威胁我呢 我跟你说啊 霍知这个人 已经彻底从我们陈家消失了 消失 什么意思啊 你 那 霍知啊 把那个结婚戒指还回来了 你妈把人赶走嘛 严老师安 我告诉你 你这事真的太过分了 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陈灵胜 我们结束了 陈灵胜 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喂 固质 喂 姐 姐想请你帮个忙 帮我去见个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什么 让我看中医 还要自称情因素 就我这样 不得穿帮才怪啊 不行 不得回去问清楚 不然的话 不能把它除名 秦小姐 你知道你已经怀孕 三个多月了吗 我知道